成立至今已经迈入第20年头的花莲县长青书画会 5号的上午在花莲县美术馆举办了汉墨丹青交流展开幕茶会 原本这一次的展览是弥定两岸交流展出诸多的作品 但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改邀请台湾知名的艺术家们与会员共同联合展出 作品由水墨、稀画、书法、雕刻等多种的技法呈现 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29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欣赏 有前辈杨坤丰与孟昭峰自民国89年创立的花莲县长青书画会 3日起在花莲美术馆举办花莲县长青书画会和墨丹青展 5日上午举行的开幕茶会 原本应该是两岸交流展出 因为疫情影响,这次改为国内知名艺术家以及会员们联合展出 有描绘风土民情、风景名胜、个人风格 以水墨、稀画、书法、雕刻等多种技法呈现创作 本来的计划是邀请甘苏省这边的艺术家跟我们交流的 但是因为疫情弄得大改名 所以他的作品也没办法过来 那艺术家也没办法过来 所以因为寿命只能就是改为邀请国内的知名艺术家 或者只有会员连战就好像觉得少了什么东西 虽然我们会员的作品也非常精彩 非常多样 我们长青书画会 因为早年都是年纪比较长的 那所以很多一些年轻的会员都会问说 我们也想参加 今天就有一个艺工也有问过 他说你们长青是不是都要买60岁才能参加 其实没有啦 因为如果买60岁参加就能说会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有注入了很多的心血 年轻一倍的都有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多元化的作品 成立至今已届20年的花莲县长青书画会 目前约有66位的会员 此次展出有47位的会员带来74件的作品 包含国内28位知名艺术家们的54件作品 展场总共约展出128件琳琅满目 其中有最年长的92岁会员 也有助读国二的学员 都带来精彩的作品 即日起在花莲美术馆展出自7月29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讲帮演 花莲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